來這裡喔 他說知道這個條件求角A是幾 他說我們再把題目看一次 他說小A 小B 小C 是這個上行三邊纏 題目告訴我這個條件求角A 其實這裡是一種變相的 已知三邊纏 他告訴我三邊纏的關係去求角A 老師想請問一下 已知三邊纏求角A有沒有公式 有 麻煩用余玄定義嗎 cosA等於幾 他等於b平方加上c平方 減幾a平方 底下再出以2bc有沒有影響 換句話說我只要能夠湊出這個公式 cosA出來了 那你看一下這些公式像不像 有bc有a平方對不對 這基本條件好像吻合 那這裡怎麼算 其實這裡很簡單 你就把這兩邊平方好不好 把這個有更好在很討厭嘛 所以把兩邊平方 平方之後得到a平方減幾3bc 等於多少 這邊是b減c的幾次 這兩次 最後把它爆開 a平方減3bc行不行 來b減c平方成開自己b平方 減幾2bc加幾c平方 這樣行不行 各位可以喔 好麻煩你建議你喔 我要湊成題目樣子 b平方加c平方減a平方嘛 所以說b平方有c平方 a平方是在這邊 把a平方移過來好不好 減2bc移過去好不好 減2bc移過去變負的bc 等於b平方加c平方減幾 a平方是出來了 所以說這個是超出這樣子的 所以-bc是可以帶進去的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第二顆 求角a嘛 把這公式寫一下 cosA等於幾 和b平方加c平方減幾 a平方 所以多少 2bc 所以說麻煩你一件事情 把分子的地方 b平方加c平方減a平方 把這個東西用起來 用負的bc再下去 這樣行不行 bcbc可不可以約掉 可以約掉剩起負的2分之1 cosA等於負的2分之1 告訴我角a四幾度 基本上喔 它是一個三角形 角度只能借0到幾度之間180 負號來講可見它這個 順角在第二項線 先不要管負號 單單看cosA等2分之1 可見a十幾度 60度 第二項線60度 可以轉換成幾度 120度 是出來了 各位可以齁 所以說麻煩你把這邊看一下 OK